民众坐在瓦砾堆中无奈全写在脸上 因为他的家遭到俄军炮击完全摧毁 俄罗斯以火箭攻击乌克兰东部涅博州恰普利涅镇 甚至击中一列客运列车造成多人死伤 不过在这个时候英国首相强声再度访问乌克兰 在鹤枪实战的军人团团包围借户下 英国首相强声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再度访问乌国 并与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在首都基辅街头视察 强声除了展现力挺乌克兰的决心 还称赞乌国人民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坚强意志 而强声在这一趟行程也送给乌克兰一份大礼 承诺一项进一步军援乌克兰的方案 这一项5400万英鲍大约新台币19亿2500万元的方案 将包含200架无人机和制空型弹药 以加强乌克兰军队追踪和锁定来犯俄军的能力 同时两国宣布将共同推动签署双边数位贸易协议 来减少官僚程序的贸易障碍 提升乌克兰企业与英方互动的效率 有助促进乌方重建经济 除了给予乌克兰各种援助 英国政府还表示从今年2月乌尔战争爆发后 英国对俄罗斯实施经贸制裁以来 英国自俄国进口货品总额在6月达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低 6月单月也是英国首次完全没有进口俄罗斯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燃料 再度凸显英国挺乌国到底的决心 而为了感谢强生6个月来的支持 则伦司机特别颁发自由勋章 感谢英国屹立不咬的支持乌国 欢迎新闻孙玉玲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